漫画新作 新温水煮青蛙 预言故事 一只小青蛙在锅里被煮 它觉得热了 它就跳出来了 它很幸运的跳出来了 它获得自由了 不会被煮熟了 可是吧 出来以后又觉得 哎呀 那边好冷啊 还是锅里舒服 暖和 于是它又跳回去了 然后很惬意的在锅里享受着温暖 然后就被煮熟了 他讲个小故事 以前在纽约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朋友 跟我前后脚从墙内出来的 一开始跟我大骂 墙内不自由 自由真好 没帝国主义真好 可是一年以后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把家具也卖了 摩托车也卖了 准备回国了 正比身份放弃了 回国写个检讨还能活 为啥呢 因为 年龄大了 英语学不会 这个没什么技术 这个腰椎又不好 体力劳动都做不了 自由是好 可是自由不能当饭吃呀 总要吃饭的 没错 很多人搞不懂 自由不等于财富 自由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权利 一个选择 可是如果你没有自由 你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所以这是一个不紧贴实事的漫画 不过他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 拿来装饰您的书房也很有意思 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详询 先温水煮青蛙 大家拼命转 我就拼命话 谢谢大家